十副码头的构造 十副码头的构造 看上去比较简易 但其实它很实用 首先您可以看到 我们脚下的这段钻桥 就把两块礁石 连接在一起 然后它的高差有落差 就可以满足高槽位和低槽位 传播的停靠 再来有了靠岸的码头 它货物装卸得尽快地印到岸上去 所以它需要一条顺岸的平良桥 这一条就是通济站桥 唐代开延连间的古码头 北宋元宥连间的通济站桥 形成一个完整的码头体系 这说明泉州港的海港建设 它是顺序的不同的时代 都不同的在叠加在港口的建设上面 这恰恰折射出港口跟码头的壮大 它的背后是全州港对外贸易量的增加 以及暴雨航线的展破 以及暴雨航线的展破 所以已经是时间了 这些是适合的 我们去做的事情 其实不需要一条 那我们去做的事情 我们去做的事情